日本不结婚的高质量男性 自己赚钱自己花 你知道他的周末过得有多精致吗 上午10点30分 这位名叫吴佐条也的男人 才曼悠悠从床上醒来 他今年33岁 目前生活在东京 条也是一位典型的不婚族 尽管他长相清秀帅气 约收入高达100万日元 但为了能专心工作 一直以来都没有谈恋爱 起床后 条也会先去卫生间刷牙洗漱 出来再把脏衣服丢进洗衣机 不过此时他才发现 洗衣液早已经用完 为此只能先出门去购买 条也作为一个常年独居的人 像采购日用品这种家中琐事 全部都要亲自负责 时间来到中午11点30分 条也就要去搞卫生了 他生活中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哪怕平时工作要到晚上才下班 但条也都会坚持每天打扫 等到周末休息 则还会进行一次全方位大扫除 尽量把每个地方都仔细弄干净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小时 中午12点30分 条也终于把整个家的卫生搞好 随后他就来到厨房 开始下厨为自己准备午餐 虽然条也的职业是造型师 主要负责发型和穿搭放衣 但下厨他同样也十分精通 这得益于多年来的单身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东京像条也这样的独居男人 据统计人数也是相当的多 其中不乏很多高收入群体 他们一心只想着工作 以及怎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毕竟没有老婆孩子带来压力 自己赚钱自己花 日子过得也算相当潇洒 在饮食方面条也非常独元化 既会做日式料理 也偶尔会吃一下西点煎饼等 例如今天就是吃的薄饼 虽然脉相看起来有点黑 但味道应该也不咋地 与此同时 条也在煎一些培根 外加一个鸡蛋 早餐就大功告成 经过他的一番搭配摆盘 总体感觉更上一个档次 不知道大家觉得条也处理怎么样了 对于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条也直言还算比较自由 正好也能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工作当中 至于谈恋爱要花费太多心思 不太适合自己 吃饱喝足 条也会立刻去洗碗 他并不喜欢对一起洗 另外连用过的灶台 条也也要认真擦拭干净 等把家里的所有事处理完 条也会选择出门逛逛 顺便去商场买几件新款 回来找找新造型的灵感 这对一位专业造型师而言 是生活中经常要做的事情 等时间来到下午3点30分 就是条也的下午茶时间 他平时比较爱喝红茶 顺便再配上一个点心 不得不说还是非常会享受的 条也日常生活中 没有什么其他爱好 社交也相对来说比较少 他除了工作以外的其他时间 大多数都是待在家里 要么看电视打发时间 要么就是打开电脑充充网 这就是日本高质量男性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在前面的 然后你帮你帮我们 那你就可以帮你帮我